全棋新星將會在10月2日 舉行的星夢全棋二決賽誕生 而大會形象總監陳浩宜 Janei Chan 也邀請多位本地時裝設計師 為最後五強打造最閃亮的戰衣 而我們率先曝光五套美麗戰衣 星夢二中的總決賽 我找多了很多本地設計師 例如Winsey Wong 她有些Modern classic 很閃亮霸氣的衣服 也有Octo Octo是比較文青青春的衣服 當中也有一個 專為法國王族造衣服的設計 Andy 因為她的衣服真的見到藝術品 可以做一個純Made in Hong Kong的感覺 而一眾設計師造衣服前 亦與學員們多泛溝通 希望戰衣可以配合他們演出需要的同時 亦為學員增添信心 好像一向怕怕醜醜的Sabrina 就要求一件有安全感的晚裝 今次的設計有少許的要求 它需要一個安全感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 不只是一件純粹的晚裝 但在上面就會有一個入博的設計 粉藍色是很適合 替了一個少女的感覺 Modern classic 我們首先買關子 它將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表演 所以我們在後面就設計了一個大蝴蝶 有輕微的性感的露背 前面就是有一些很可愛的小柳子 我們又覺得這樣也很好 因為有前有後 和前短後長的設計 我們覺得在前面可以露了她的腿出來 因為她是長腿小姐 所以都覺得是很適合的 設計師Octo特別為Six設計 和訂造一系列的粉色戰衣 為了女團的整體性 設計師都為每位乘餘 加了不同的細節 最主要是這次和她做的改善 是用了一個叫Bom Me Up的主題 主調顏色就是粉紅色 用了一些Ruffles 即是一些水波 令到她們活力得來 但又不是說很成熟 始終她們的年齡層 都是介乎14至15之間 設計給Katelyn那套衣服 其實最主要知道 她都是一個跳開芭蕾舞的女生 變了我就用了一個芭蕾舞裙的概念 就放在上身 Bom Straler設計這套衣服 最主要來說 她是六個女生當中身形比較瘦削 所以這次我用了一個設計 是一個Layer設計 有兩層的 以及一個WaWa型的上身 可以拉闊的印 令到她不會太瘦削的感覺 Rexi這套 因為本身身形比較高 本身比較拉長一點 那部分的上身衣服 襯上一條短褲 不要看上去六個女生當中 突然有一個好像高的出來的 而形象總監幫Pamela 選了一條很有鮮氣的展示 帶出她的文青女神氣質 當中還特別包含了 Pam的幸運色 她很喜歡藍色 她跟我說藍色是我的幸運色 我說好…我盡量 然後我找了這件衣服 同一個設計談 發現一個小故事 原來這個設計只有二十多歲 她很年輕 而且這件衣服也是她第一件 人生做的展示 再加上這件衣服 有了很有趣的物料 就是指甲由她做前面的圖片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 已經挺好的 我覺得特別 而且我覺得整件衣服的感覺 她的故事是說的是 她有一個Fairy 一個仙子 她說前面的膜 那個蝴蝶的膜 就是Fairy的翼 很想透光的感覺 很想這件衣服有魔術 我覺得這件衣服 給Pam應該是很大的信心 當Pam穿了一套衣服 上身的時候 她有一個意上不道的感覺 她初初打算變身 她無法持續 效果自己小顆 但最尽是一件深色 飄兩層的 底下的裙子是白色的 前面的膜是離開的裙子 所以不會構成一個很保險的感覺 所以做人真的很開心 她覺得自己也很有童話色的感覺 正於打造精品晚裝的設計師Andy 就分別為Jasmine和Janice 打造兩套風格很不一樣的禮服 Jasmine的名字是一個茉莉花 因為她這次的《Time for Go Code》 也是跟花有關的 用一個立體裁展的方法 選了一種特意處理過的棉 比較挺身和輕身的 做了一個花反亮的感覺 給Jasmine穿的 到最後就加了一些奧地利的水晶 做了一次給人感覺是一些露水 在那個衣服的上面 這件衣服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關於立體裁展 因為立體裁展 你每動一個位 每一個角度 其實都影響了整個設計 而是我們以素設計師 自己都未必知道 下一步是會怎樣 是真的當時要決定 你的步是去想那個方向是怎樣走 其實也是最難的 因為你做一個立體裁展 你可以說是幾個小時就可以了 你十天都是未必遠的 那我們就在困難度就是這裡 關於Janice的晚裝設計 其實我的想法 就是做得比較歐綠色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第一次接觸Janice 第一個印象 就是給她的皮膚顏色吸引到 是給我的感覺是很歐洲 所以這個設計 我就選了一個 法國雷士做一個上衣 加了一個鴕鳥毛做一個點綴 另外下身就是一個 懷舊一點的 Vintage的雀仔印花 Janice這套晚裝 兩件項目都大有來頭 上身衣用上過千元一碼的 法國復古雷士打造 去過資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售 至於雀仔圖案的長裙 更加是上過北歐雜誌 關於這個雀仔裙 其實也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這個就是被選擇了 是北歐的雜誌去刊登的 而歐洲那邊就拿了這條裙 去了一個丹麥的皇宮 必達立皇宮那裡去拍攝的 是取景的 我覺得這條裙是很有紀念價值 這條裙配合給Janice 這次也很適合的 正夢全奇異播出以來 觀眾見證一眾學員各方面的成長 接觸他們最多的形象總監 也見證住學員們的不斷進步 向專業藝人之路進發 我和Sabina和Janice合作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很大的轉變 Janice她很努力去減肥 她每次的衣服都有進步 都會小一點… 而且她也很敢嘗試 頭髮,她染了顏色在裡面 其實我們也要搏一搏 為什麼呢? 這類的髮型是接受和不接受很極端 談完之後她嘗試她值得試 出來的效果很好 我第一次見聖夢於二十三個朋友的時候 我第一個見的是Sabina 她經常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是小顆 後來慢慢向她解釋 我找了時間雜誌和她看書 我是帶她逛街買衣服的 我專門帶出去逛街 讓她試多些不同的衣服 後來慢慢你看到現在 她都可以介入很多衣服 接下來